还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天生是个硬汉 硬汉呢也会有成长的烦恼 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哭 然后我有一个表姐 她就特别想看我哭嘛 所以她就问我说 你这么不爱哭 你是不是不正常 她就用了各种这个 不一样的方法来去折磨我 然后给我闻胡椒面 然后把我头发全都剃秃了 头发剃得特别丑 但是我作为一个硬汉 我都是不为所动的 后来我给她气坏了 她就拿个球往我脑袋上砸 然后头就直接磕地上了 然后那个时候 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我表姐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她说终于把我治好了 从此我看到她呢 我都找个机会主动地哭出来 然后呢 所以我表姐让我知道了 硬汉也不一定是实时硬碰硬的 实时务者为硬汉 谢谢大家 我是王思隆